好 最近現場帶你來看到 這是外交部長歐宏諺呢 他到底有沒有接受衛留呢 我們剛剛看到他再度表達 個人辭意聖姦這樣的說法 而現場其實連線給記者王柏玲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那麼有關於這個內閣的人事案呢 外交和國防的這兩個首長呢 到現在還沒有定案 不過呢 最新的內閣結果今天就會出爐 那在結果出爐前 我們又問到了外交部長歐宏諺 他個人表示辭意聖姦 我們聽下他今天的說法 像我這個決定還是 不留任 我現在決定還是不留任 那今天會跟總統 或是會跟這個吳秘書長見面嗎 這些我都不評論 都不評論 我就向你確認 我確實是沒有意願留任 那如果說要您推薦一個基因人選的話 您可能會推薦誰呢 這個我也不評論 好的 歐宏諺是連續兩天的表達 個人的離開的意願是很深 不過我們知道 這個外交和國防的這個任命權呢 是由總統來總統來提出 所以呢我們可以知道就是如果說 如果說新任的院長跟總統呢 在衛留歐宏諺的話 他會不會再提再做一次考慮呢 我們今天晚上就可以知道答案 以上是現場在外交部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們把現場交還給棚內 好 可以聽得出來 外交部長歐宏諺他的語氣非常堅定 他說如果衛留的話他還是不接受 因為他個人死意瞬間 航空轉後背錯誘